Entry,那我们先来分分这个字的第一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呢,en,我们就念成n的音 那try,y翻译字为呢,发成1 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try 所以这个字呢,中音节,我们落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entry 那entry呢,它是一个名词,它可以当作可数名词 中文我们翻成参赛作品,它是可数的 它除了可以当作可数的名词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不可数名词 那不可数名词呢,我们中文翻成进入圈 那在讲这个字的例句之前呢 其实这个字,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发现 这个字呢,跟我们的电脑的键盘上面 有一个键呢,长得很像 那个键是什么键呢?当我们打完了一行字 我们要跳到下一行的话,我们都要打一个什么键 有没有像呢?打一个叫做enter键,对不对? 那enter键呢,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呢,就叫做进入 所以各位,你们发现,为什么它会翻译成进入圈吧? 它会翻译成进入圈,不是没有它的意思的 因为呢,它是跟enter这个字是有相关的 所以呢,enter这个字,我们衍生出来的entry 指的就是参赛作品,或者是进入圈 好,我们就念成entry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听听第一个例句 The winning entry 好,它说winning,winning这个字呢,就是获胜的,得奖的 这个字很简单,就是在win的后面 double一个n,因为它是一个短母音的音节 所以要double一个n,再加上ing 所以它说这个获胜的参赛的作品 The winning entry 好呢,各位,我们就把这三个字呢,当成一个chunk 一起把它记起来 The winning entry,我们中文翻成得奖作品 好,它说呢,这些得奖作品呢,will be,这个得奖作品呢,will be selected 好,他们会备选 好,备选,怎么样的选呢?carefully,备很仔细,谨慎地选出来 and then,然后呢,displayed,will be displayed 它前面呢,把will be给省略掉了 然后呢,and then,这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用法 对不对?它是一个连接词 而且呢,它会被呈现 在什么地方被展览出来,被呈现出来呢? in the city or center 就是势力美术中心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第二个例句 Entry to the Taipei Zoo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tour fee Entry to the Taipei Zoo 好,那么这个片语呢,我们可以把它记一下 叫entry to 好,进入到一个展览厅 进入到一个展览的场所 或进入到一个特殊的地点 需要缴门票的 好,我们叫做entry to 好,注意啊,这个接系词用to 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路员费 entry to the Taipei Zoo 好,进到台北的这个门票的前 has been included 已经被包含在里头了 在哪边的里头呢? in the tour fee the tour fee 指的就是旅费 OK? 好,所以entry to the Taipei Zoo entry to 什么的路员费 我们英文就念成entry to 好,所以这个字 entry 中音节落在低音节 叫做禅赛作品 叫做进入拳 ent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